其實那時候在唐朝末年的時候 佛教就慢慢的 慢慢的 那我也有西夏特別的 西夏那時候佛教一直很興奮 從這個第一個皇帝到第十個皇帝 每一次他做的皇帝印的經典 跟所故事的一些法師 在西夏是最甚至的 那時候中國的佛教都沒有 但是只有在西夏他特別的 是特別的旺盛 因為西夏的十個皇帝 幾乎每一個皇帝都是很遵從佛教 都是很遵從佛教 他說宋朝去請整個宋朝 那時候所存在的大葬金 用這個馬 用這個很好的馬去換大葬金 然後又跟這個佛教 換了這個西藏的這個大葬金 回來 他包括跟江 這個叫嗆子 那邊也有大葬金 他也從那邊請過 可是西夏是所有大葬金會集的地方 對 他像宋朝請請葬 跟這個土伯請葬 另外跟這個嗆子請葬 所有的大葬金全部在西夏印 也有印這個漢文的 王文的 藏文的 跟西夏文的 全部都是那裡出來 謝謝